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最近不一直都在這裏跟可百單事 就講女人怎衰怎衰 而這一集就調轉,看男人有多衰 就是這一單的泰國殺妻案 是電影《消失的他》的原形 在2019年當時大肚三個月的王暖暖 在泰國烏門柏登國家公園玩的時候 被老公推落34米高的懸崖 被遊客發現才救一命 直至經過3年的康復治療 她再次站起來 而她的老公在近日在這宗案三審的時候 被判處有期徒刑33年齡4個月 這宗殘忍又恐怖的案件 就被改編成電影《消失的他》 在2023年上演,飄防突破35億 而這個電影上映之後 王暖暖是掙扎了很久才決定去戲院看戲 但類似的情節令到她回憶回在懸崖底時候的絕望 而電影裏面所出現的超聲波報告 更加令她想起未能出生的小朋友 但當時她亦鼓勵大家相信愛情 而近日這個王暖暖在她微博宣布她懷孕的消息 她說到說沒猜到自己能夠再次擁有奇蹟 她只記得小朋友走過一日 她心就空了一大塊 私家五年 1882個日夜親愛的寶貝 多謝你再次回到我身邊 她說明年的兒童節 媽媽就會牽著你手 好多網友亦都給祝福她 不過她說暗示了 自己的小朋友疑似 就是使館嬰兒來的 這個案件來龍去脈又是怎樣呢 我們一齊看一看 看下這個男人是有多恐怖 和為何要推自己老婆落懸崖 消失的怕 這部是一部懸疑電影來的 好多人看完這部戲之後 都在找他的故事原型 原來他的故事原型 就是當年這個孕婦泰國墮崖案 主角叫做王暖暖 是一個江蘇女仔 1987年出生大學畢業之後 就在旅遊公司上班 經常都會去跑泰國 去到2015年28歲的她 去到2015年28歲的她 就感覺自己的資源已經儲夠了 於是在旅遊公司上班 而似乎她就離職 帶著所有的職速去到萬谷創業 兩年下來 經過她的不斷努力 生意做得好好 身價也高了好多 而她所涉獵的生意 有民宿、商鋪、中餐館 這些都開了 同國內方面的生意 就有水果等等的進口貿易 而這個單身的女人 就漂泊在泰國 有時候她都想希望有一個家庭 年過三十的她 在2017年的五月尾 在一次聚會上 她認識了帶她一歲的同鄉 余曉冬 就說同鄉見同鄉 兩眼淚汪汪 兩個人交換了一個聯絡方式 之後余曉冬對她的表現非常之紳士 令到黃暖暖感受到什麼叫溫暖漫漫 就放鬆了警惕 即成為朋友黃暖暖想要些什麼 余曉冬就給些什麼 想吃什麼 余曉冬就親自做給她吃 這麼體貼的一個男人 我相信大部分女人都會心動的 而事後黃暖暖才知道 原來余曉冬是有做過功課 她一共翻閱了黃暖暖三年的朋友圈 是將個研究得很透徹 但是當時黃暖暖仍然是被蒙在鼓裡 覺得自己找到一個這麼好的男人 這麼好的自己很開心 而之後兩件事更加徹底打破了她內心的屏障 就是有一天黃暖暖剛剛起身聽到有人敲門 打開一看余曉冬 那個樣子好累 但是她說非常之這麼掛著黃暖暖 又不想打擾她 就在門口坐了一整晚 這個時候黃暖暖就感受到一種心心相印的感覺 還有一次黃暖暖就隨口講了一句 說想去海邊余曉冬馬上帶她實現願望 在海邊租了兩匹馬 自由自在的漫步 余曉冬走去前面轉了一個圈 然後突然拐回來 跟黃暖暖講了 騎白馬的不一定是唐爭 有可能是黃子 這個時候黃暖暖其實已經被她拿下了 而之後余曉冬每日都重複做一件事 就是求婚 朝早起身求婚 黃暖暖拒絕 吃飯再求再拒絕再求 日復一日 終於黃暖暖頂不順了 在2017年7月15日領政結婚 由相識到結婚前後 不過是兩個月的時間 但估不到結婚後 就是黃暖暖惡夢的開始 結婚後余曉冬 就無再對黃暖暖再花一點心思 她每日唯一要做的事 就是打機、打機、吃飯、睡覺 是什麽都無做的 亦都不會有一種想去做事的心 甚至黃暖暖扑親受傷 她都是莫不關心的 而且這一個只不過是恐怖故事的開始 有一日夜晚余曉冬她講道 她說自己欠債有一百萬 之所以會來到泰國 就是為了避債 現在債主追到來了 她走投無路了 黃暖暖看著這個自己 又愛又陌生的男人 在她面前哭 心就軟了來了 她覺得每個人都會犯錯 她就願意給一次改過的機會 於是黃暖暖就說 那錢我可以幫你還 但只能夠還五十萬 剩下五十萬就有你自己去賺 然後她將自己名下一間公司 就交給余曉冬去做一個打理 當時的想法就是既然她老公不生性 她自己打造一個她想要的老公 而黃暖暖就打電話去銀行問 原來是黃暖暖就覺得 好似見到希望 但之後又有件事令到她好崩潰 就是有一天的早上 余曉冬就跟她講要出差去談業務 臨走之前還親了她一口 但是眨眼公司的戶口就被人轉帳 轉走了五百萬 而黃暖暖就打電話去銀行問 原來就是余曉冬拿著她身份證 結婚證一大堆資料偷偷地拿走 那這下黃暖暖氣到爆 不單止是被人騙過錢 感情上亦都是被她欺騙她選擇報警 七日七夜之後余曉冬就被她帶回來了 那五百萬已經花光 她又變成一個窮光膽 而她老公的解釋就講到 說之前坐牢坐了十二年 最美好的青春 從來未有享受過現在工作太辛苦 突然之間就上去過一些燈紅走路的生活 但沒幾日她已經是輸了 在她一輪嘴鈍和懺悔之下 她老婆黃暖暖又再一次原諒她 但是黃暖暖就不止得好像以前那樣對她毫無防備 而余曉冬的錢是被她看到十一十一元都沒剩的 但是她這樣做竟然是為自己惹來一個殺身之禍 二零一九年三月黃暖暖大肚 那麼就來有新生命的出現 令到她對丈夫多了些好感 再加上這一段時間余曉冬都好努力 想表現出一個浪子回頭的形象 但是原來這男人她在醞釀著一個更加大的陰謀 到底是什麼陰謀呢?她和黃暖暖結婚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想謀她副身家 不是想和她過世的 現在錢搞不到手 又將會增加一個新的軒盤就是她肚裏的BB 這一點不是她想見到的結果 而一旦黃暖暖死了 她不單止斷絕後顧之憂 還可以作為遺產繼承人得到她的大筆財產 這樣做就一舉兩得了 而作案地點余曉冬就選擇在柏登懸崖公園 在二零一九年六月九號這一日 余曉冬就帶著黃暖暖去看日出 在柏登公園最著名的柏差哪來懸崖邊 他們看到泰國第一輪日出 黃暖暖心裏邊就看到日出都覺得好開心 去到上午十點幾去看日出的遊客慢慢走 余曉冬見機會來了就跟黃暖暖說 你再向前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三千年前的圖騰 這個時候黃暖暖就沒有任何防備就急著頭出去 怎知余曉冬就一手將她推著下去 而且還說了一句去死啦你 但是啦明明中有天意雖然三十四米的圓崖 但是又跌不死黃暖暖 而且最幸運的就是她肚裏邊的BB都沒事 就躺在懸崖底絕望好絕望 亦都是想希望有人救她好彩 有一個遊客蕩失了路 胡哩糊塗走到懸崖底發現了她 然後馬上打電話給工作人員她才可以獲救 但是這個時候你不要以為救了她上來 就可以將余曉冬承之於法 這個時候是黃暖暖真正危險的時候開始了 黃暖暖被人送到去醫院情況好差 而且余曉冬都被警察叫了去到現場 她一見到黃暖暖還未死 於是乎上去關心她 黃暖暖就用盡全力質問了一句 你爲何要殺我呀 這一句令到余曉冬好驚 然後余曉冬即時威脅她 說那個位置沒有監控 沒有目擊證人你夠膽講出去 我最多就被人以為是你發神經帶走問一問話 但是我回來的話就肯定不會放過你 當時黃暖暖已經是身受重傷了 就連講話都講不出 而她亦都知道余曉冬不是隨口講的 於是乎她選擇收聲 手術完第二日黃暖暖就送去重症病房 一個單人房是更加容易控制她 余曉冬每一日都是24小時不食不飲不睡 就睡在她身邊 外人就以為她老公好好用心守護她 但其實原來她在監視自己老婆 由於這個黃暖暖她墮崖的地方 是一個著名的景點影響到泰國 所以泰國就希望盡快搞清原因 多次去到醫院訊問 黃暖暖好想講出實情的 但余曉冬一直在旁邊看著她 挖著她好無奈 她唯有跟警察說自己頭暈跌落去 而警方得到答案之後就走了 燒案了 這個時候黃暖暖覺得自己好無助 甚至乎黃暖暖的爸媽想去探她 想去陪她余曉冬都不同意 想朋友去陪她余曉冬亦都不給後來 她不甘示弱 然後就想要一個雙方共同朋友一齊來的方法 最後余曉冬同意了 這個朋友來了之後 用手機秘密錄下兩個人的談話內容 其中包括余曉冬親口承認 將黃暖暖推落懸崖 這一點成為日後指證她的唯一證據 第五日 余曉冬見到黃暖暖越來越聽話 慢慢放鬆了警惕 然後破天荒離開這間病房 這個時候主治醫生入到來查訪 黃暖暖就將實情告訴她 主治醫生看到病情感 就將黃暖暖移了去普通病房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人多 而且是不給有人陪護 早中晚只有十五分鐘的探視出來之後 黃暖暖終於擺脫了余曉冬的控制 黃暖暖第一時間做的事就是報警 為了安全起見 離座不錄的人都錯開時間 而且是穿著便衣的 一旦發現余曉冬來到 就馬上躲起來 這些不錄是做了整整一日的 而警方想要的證據也是全部齊全 然後第六日警方就申請搜捕令 第七日終於正式拉到余曉冬 到這個時候黃暖暖才叫做真正安全 終於都叫執返條命 可能很多人都會問 那嬰兒怎麼辦 她嬰兒就沒那麼好彩了 剛剛救回來的時候 其實肚子裡的嬰兒是沒事的 後期因為黃暖暖身體 是要注射大量的藥物 加上身體狀況都好差 那小朋友最終都是保不住的 余曉冬被人抓了之後 一審判她終身監禁 但她不服上訴 二審改判十年 到這個時候 就到她老婆黃亂亂不服又再上訴 去到2023年的6月2號 代理律師史大陀 就帶來三審的結果 就說余曉冬就判她 33年齡4個月 你沒聽錯呀 律師的名字 真是叫屎大陀 而這件事件曝光了之後 黃暖暖就在網上分享了全部的經過 兩年前 陳思成導演就有拍《消失的他》 就去找她要了首權 今日才有這部電影 而黃暖暖就經過3年的康復治療 到現在終於都可以重新站起來 恢復一個正常人應該有的生活 而當年黃暖暖跌落懸崖 造成全身17處的骨折 醫生宣判她有機會終身癱瘓 而她經歷了200多針的縫合8次手術3年復健 終於都能站起來了 但這3年下來由於她重傷 其實黃暖暖的事業 基本上都可以說得上是沒有了 根據北京青年報的採訪 就說在這個泰國刑事案件 仍然是需要當事人主張的 翻譯費是一頁要600元的 還有律師費、住宿費、往返機票費 每一頁都是錢來的 這些治療錢和維權費是燒緊黃暖暖所有的錢 黃暖暖亦都說到這幾年打官司和康復 已經是透支了自己所有的錢 而黃暖暖是拒絕接受專款的 因為她覺得是可以自食其力 而其實在第三次上訴之前 其實黃暖暖和她的丈夫是一直都來不到婚 為什麼呢?因為兩個人是在大陸註冊結婚的 是需要等到泰國刑事判決全部走完程序 才可以回到大陸進行一個民事流程 她形容自己是一隻被人困在籠裡的鳥仔 她說自己被男人拖住了無辦法進行下一段感情 也都是令到她覺得好窒息 但原來在這個審判過程裏面 這個殺人兇手仍然是想狡辯毫無悔意的 余曉冬曾經是對黃暖暖隱瞞過自己是有偷東西搶東西的案底 去到審判時 在法庭上繼續從屍顧忌 說自己是冤枉的 曾經找了五個中國的朋友 去泰國造證人證明兩夫妻感情好好 無一個謀殺動機 但律師就質疑了 如果你們感情好好 為何你老婆以外墮崖 作為一個老公你不去找她 在受害人被人救起昏迷的時候 為何無上前講過任何一句話 亦都是因為這些疑點 在情在理余曉冬是漏洞百出的 但他仍然是非常之口硬 主張自己的無罪辯護要求當庭釋放 就說所有事跟她無關 而案發到現在 余曉冬的媽媽 即是說是黃暖暖的前奶奶 對黃暖暖竟然恨之入骨 為何呢 原來她媽媽講了一句這樣的說話 就說你都未死 你養下傷就行 不過我兒子講個謊 不用她坐牢有多難 黃暖暖這個時候就跟她前奶奶講 就說自己比余曉冬過得更加之慘 她在監獄最多是無自由 無人給她精神和肉體的折磨 她說現在三年一千日 黃暖暖和這些鋼丁 有劇通相伴 亦都是因為她老公講大話 就令到單案一審再審 最後一個結果 終於三審判了余曉冬 她是要坐牢坐三十三年零四個月 故事來到這裏終於都叫沉冤得雪 不過這個世界不是每一樣東西都可以有一個美好結局 包括這單案件雖然她的前夫余曉冬 是叫做可以坐回33年坐牢 但是對於黃暖暖來講 身體的傷害就算復原件 都未必可以100%好得回 所以我一向都說人性是非常之恐怖的 好多人呢其實都可能會好怕那些鬼呀怪呀 那些那樣的故事或者那些那樣的東西的 超自然的東西的 但是其實你有幾可聽到 你真實身邊是你那些鬼怪會害你害死你的 其實害你害得最多的人呢 反而是你身邊的人 人性才是最恐怖的 好了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我條影片都好長啊 大家看完記得給個like和share出去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